斯里兰卡当地时间4月22日,斯里兰卡发生第九次爆炸,在遭受爆炸袭击后,斯里兰卡总统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爆炸事件后,从斯里兰卡飞往中国的相关返程航班也颇受大众关注。 中庆社记者从春秋旅游方面了解到,其余首个返程团队已于北京时间4月23日5点35分顺利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据现场领队反馈称,除了前往克伦坡机场增设当地军方队沿途车辆的安全情况,以及大巴车人数进行检查核准等安检环节外,机场内外围还启动了四道安检。 依次为机场外围军队安检,进入机场前安检,办理登机牌前安检,以及护照查验后登机前再行安检。 此外,在真正进入飞机客舱前,还增设了一道防暴检查,以确保飞行安全。 该反馈团队中的一名上海游客陈彦平,于北京时间4月23日傍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表示,能平安回到祖国,真开心。 他应该懂得累了四种性,而他们一定是悄悄到十七十年,他们已写了四种等于兜兑。 他们一样人都被毁了一米,他们比较رج了,就是所谓自卫的计划,就是得将一首人的恶报,比作了十种的道具。 七朝上的已经比俄到達防黑了,为了足够,足够的道开心。 据了解斯里兰卡爆炸事件发生后 中国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相继发布通告 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无前往斯里兰卡 提醒有消息至2019年5月15日 不少旅行社也就此启动了相关应急处理措施 旅游直接安排相关旅游团队从斯里兰卡转机回国的 也有对相应时间段内计划出行斯里兰卡的游客 给予延期出行或全额无损退款的 我们觉得就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我相信所有的旅游机构都会以安全第一位 这个在事件发生以后一直到5月15号 这是国家有关部委在通知中明确的 如果有游客提出要退团或者是更改日程的话 我们都给予无损的这个办理 它可以调到后面处罚也可以 比如说这个下半年处罚也是可以的 周卫红还表示 此次斯里兰卡连续爆炸事件的发生 是对旅行社应急响应机制和突发处置能力的极大考验 类似事件的应急机制与处理流程的完备十分重要 同时对游客而言 在面临突发事件时 团队游客要和领队保持充分沟通 服从领队的统一安排 以安全为第一原则 而自由行游客在出游时如遇到类似情况 应及时与产品订购平台或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区的联系 导致安全状况 出行前需掌握和纯属外交部应急热线或求助电话 以备不时之需 准备 出行的